我們兩個 都很合理 我和他經常都看著 浩森說他真是 帥到令人討厭 他真是很帥 他好像自大發光看 他替了一盞燈 本人替了一盞燈 Hello AM730的讀者大家好 我是炳梁仲恒 我是Mandy 譚文圈 我是葉廉森 我是Hazel 林希彤 我有看過 但我對於日本的印象 都停留在 Staffy 的階段 確實太深密民心 如果你要問我 我第一個爆發的樣子 阿寶的樣子是甚麼 就是Staffy 但很難保 這部戲上了之後 如果有人問我阿寶是甚麼 會是Mandy 你有沒有看過 你年紀最小 我也是看Staffy 出生了嗎 出生了 但也是跟阿寶一樣 現在真的是 誰是阿寶 阿寶 咦 譚文圈 Mandy 你知不知道 知道是誰阿寶嗎 咦 誰阿寶 Mandy呢 咦 阿寶 阿寶 喂 是我 在這個世界 你不可以選擇哪一個人傷害你 但你可以選擇誰是你最愛的 我那份壓力 都不是完全跟阿寶 因為氣氛比較多 所以很害怕自己處理得不好 場口有很多不同的場口 都有很多不同情緒的改變 很害怕處理得不好 我擔心過關於阿寶 因為始終我不同人 我是第十八個阿寶 對 我是第十八個阿寶 對 我們五個和Locker和周翰寧 就是從小玩到大的朋友 其實年紀上所有東西上 我都是比較小的 年紀上最小的 就是好像他們一群人的阿妹 其實一開始拍攝的時候 第一天我真的壓力 都很大 怕自己做得不好 但到之後我們再拍第二天 第三天的時候 因為他們都是我的前輩 但他們都很照顧我 但他們製造了一個很好的環境 和很帶我去入戲 我們是做阿寶的青梅竹馬 就是一起長大的朋友 閨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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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同兄妹 但我們又不是兄妹 因為我和希素才是兄妹 但我又很喜歡Mandy飾演的阿寶 是沒有這樣的一個關係 你輸給陳好心都很正常 我覺得 你們兩個 都很合理 我和他經常都看著 就是飛箭之徐 我和他經常都看著 阿浩心說他真是帥氣到令人討厭 因為他真的很帥氣 他好像自大發光體那樣 他替了一盞燈 本人替了一盞燈 是呀是呀是呀 你怎樣卡住 不是呀 要不要叫消防 差點 我很緊張 我又很坦白地跟他說 我爆緊張 這個場合 超級無敵緊張 因為那場戲 不是他疼我 我疼他 變成我要踏出第一步 我覺得很大壓力 男主角有提及過 他覺得拍戲以來 疼得最長的一場 是呀都是我關我的事 我不捨得喊啤 如果Making Off看 你看到男主角在射的時候 有把聲音 轉多一點 頭要轉 你又不可以這樣轉 我和他的鼻有高 然後變了兩個人 大家感覺到大家都在走 好我們轉 然後我這樣扭過去 然後開始 大家都會留意 鼻到底怎樣轉 我頂著我的鼻頭 差點差點 這樣 可能他們倆當下的一刻 覺得道日如年 但我看得很享受 當然他們很投入 他們疼得難捨難離 我們完整這場後 我們倆好像打完波落 和拍一拍 大家很大力 好像辛苦了 因為很有趣 你拍攝影機 我們拍攝影機 有些演員是拍攝 一喊卡 分開走到另一邊 一定有的 不要說誰 然後鏡頭又準備好了 又叫Action 又回來 拍攝影機 一喊卡 又走 各自天各一方 但很少是Mandy 和陳豪心 他們好像做完一件事 大家合作成功 然後給大家鼓勵 謝謝大家 其實最辛苦是 有一場是Mandy 即阿寶這個角色 她有急事要找我 我便要衝上天台找她 她就拍攝我在檔口 一路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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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問題的 事實上還沒想到 演員不是在跑跑跑跑跑跑要是幽工的 第一個 每天是跟廁所跟衣室為伴 因為我是一個害怕鬼的人 所以我自己是不會去廁所 亦不會去跟衣室這麽陰濕的地方 但那天我整天都在跟衣室 最入面拉上綠布 那個驚人是找不到我 我以為他走了 有一次 怎會呀 他還未出來 結果我找不到我 因為放飯 那個驚人是不知道我去了哪 還有跟衣室在角落頭 我看見我這樣 他拿一盒飯 給我沒有表情 有一個女的工作人員 她進來就洗手 她洗了一半 洗完要走的時候 她就看我 她跟我對視了一眼 甚麼都沒有 她就走了 那一刻我突然 我覺得無敵個不開心 因為我突然覺得 這個世界上 沒有人在乎 阿寶和浩森的角色 這段關係 沒有人在乎 其實我們經歷了一些 很不開心的事情 但這個世界 除了我們在乎 沒有人在乎 我覺得很心痛 突然很心痛 這兩個角色 然後就抓住這件事 就說 好 導演 我們來拍攝 然後一出 導演給了一個挑戰我 就是要唱歌 在戲裏面 我覺得這部分 對我來說 最大挑戰的一部分 因為一來我未接觸過 唱歌是甚麼一回事 可能平時自己在廁所洗澡 唱得多 以為自己唱得很好聽 但當你帶了手機 去錄音的時候 原來自己的聲音是這樣的 我發現了 看著她們聽我唱歌 好像聽得很陶醉 這個也是 演技 我覺得大家的演技 不是的 好像看到自己的女兒 突然 出人頭低 好像上舞台表演 不如表演